散散發生了住宅窃案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當時屋主發現到樓上有聲響 趕緊要來抓人 不過窃賊這個時間點 已經跳到隔壁洞 透過警方的掌握 原來這是一間五金行 當時店面並沒有人 所以窃賊走進來之後 張望了一下 隨即上到了二樓以上要去行窃 這個地點其實對他來說相當的熟悉 因為這已經是他第二次 到了這個地方來犯案 警方樓上樓下找了一輪之後 發現他已經從隔壁洞跑走了 而且順手還帶走了一萬五千元的現金 嫌犯在附近的工地 躲了六個小時之後 才跑出來準備開車 結果就被埋伏的員警給逮個鎮著 根據了解 其實他第一次行窃的時候 偷走了一批價值約四十萬元的金戒指 以及四千元的現金 後來時隨之位再度前往犯案的時候 馬上就被這個屋主給發現 當時雖然沒有逮到人 但是也被埋伏的警方守了六個小時 終於順利抓到他